早安,現在是第二天 我打算早上去動物園看看 時間是10時11分左右 我不是想看動物園的 因為我知道那邊是有紅葉 那就不如去看看 因為大家看到 在街上完全看不到紅葉 但現在也算是紅葉的季節 那就不如去看看 那我就走了大約5-6分鐘 去了這個Sakai那裏 搭東山線 極度建議大家把交通卡放在電話那裏 因為真的很方便很方便 完全不用再找那些卡 不知道放在哪裏 然後怎樣入錢 你在那個電話已經可以做到所有的事了 在那裏 到了東山公園站 3號出口就是東山凍植物園了 沒有人的 只有我一個 後面這裡 是有些銀行的樹 但都開始落葉了 不知道裡面還有沒有呢 這個旅程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 再加上第一次自己去動物園 再加上第一次自己去動物園 是真的 好毒啊 這個紅綠燈是有音樂的 將入場券超可愛的 好啦 我現在就進去了 嗨 一個仔麥 拿回一張圖片 全部都是這個圖案 超可愛 哇 進來已經看到紅葉了 地圖的旁邊已經很多紅葉了 是超紅的 現場看 我找到很漂亮的紅葉啊 這裏是東山動物園裡面的植物園 應該是最有名的一個拍照位 因為我看到後面呢 是有個架給你放相機的 然後呢 旁邊的紅葉已經開始淡了 如果上個星期來 會很漂亮 會很紅 很多不同的顏色 應該這裡拍照真的很棒 很漂亮的 回程我決定搭這個遊覽小火車 要多給360日圓 但是可以在上面圍著動物園走一個圈 然後剛才走得很累 可以坐一下也不錯的 我看到真的整個動物園都沒什麼人了 終於看到有熱的粟米湯買了 立即買回一個 150日圓 喝下去真的整個人暖粒粒 很棒的 我每次冬天去日本 真的一定會到處找有沒有那些粟米湯 看到就會買的了 好可愛啊 它真的 超可愛 我現在在Bisley Store買東西 我買了這個很漂亮的貼紙給我鄰居 因為它很喜歡這個獅子 有兩個都有獅子 另外這一款都有 我不知道買哪款好 所以我決定兩個都買給它 我在明古屋站一個叫做Central Tower的地方 十二樓有很多食物 我打算吃這個燒肉 我不知道一個人 還有現在兩點鐘 他還有沒有吃 所以要去問一下 我想好了 如果他真的不讓我一個人吃 就可能吃這裡的吉列豬扒 希望可以 在前面那間想吃的燒肉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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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一個人可以吃 食物已經來齊了 燒肉很棒 這邊會有湯 跟著一些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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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一邊燒 跟著一邊燒 你會聞到很香 但是完全沒有油煙 這一下才厲害 它不是和牛那種入口即用 但是一邊咬 是那些肉汁不斷爆發出來 是很棒的 很想讓大家看看 我現在看著那個景 是有很多鐵路在 好了 那我繼續吃 一會兒購物再見 好了 鏡頭一轉回來酒店 中間消失了的時間 不難想啦 沒錯 我又是去了買東西 沒有手拿相機 其實我有拍到一條片 但是想分開獨立一條 大家遲些應該會看到的 對啦 店員推介我的東西 好可愛啊 這個是正方形頭的Olof 它的樣子是變了種的 然後買了一些手信給朋友 對啦 給表妹 然後還有一些鄰居手信 對啦 買一買一買 都買了一堆東西 現在呢 就在這裡休息一下 因為我剛剛跌倒了 我擦錯腳在樓梯上 是整個跪倒了 幸好我是沒有任何的咬柴 扭親或者流血都沒有的 真的就這樣跌一跌 我就起身了 但是個人呢 怯一怯 我覺得要回一回起 對啦 一會兒有觀眾推介 有名古屋住的觀眾推介我 吃鰻魚飯 我就打算過去看看 他就說是沒有什麼遊客 我現在的位置呢 在Paco那裡 然後呢 這一條的小巷 我懷疑 就是我觀眾 去告訴我 好好吃的鰻魚飯 因為我看Google map 點點在這裡 好像很神秘的樣子 我現在找一下名字 有機會是 這一間 應該是呀 我看的圖呢 是這個樣子的 不知道 有沒有位置呢 嗨 哇 正啊 我有一個 超毒的位置 我這個位置呢 是完全 自成一個 怎麼拍都拍不到人的 是一個角樓來的 好正啊 這裡是叫燈河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那位觀眾呢 發了個地址給我 我就來了 然後呢 是主要吃鰻魚飯 嘩 好像很好吃 然後 嘩 都是鰻魚飯 然後 這邊 都是鰻魚飯 然後呢 他還有一個 是季節的菜單 這個呢 我也打算叫他 可能 推介我吃一個 我覺得可以吃一個飯 再加一個小吃 去試一下 等了15分鐘左右 鰻魚飯到 嘩 好漂亮啊 超靚仔啊 裡面那些鰻魚呢 是蠟蠟靚的 我現在這裡是超級鰻 但你會見到呢 它是超有光澤 而且很香啊 我的鼻子是已經塞了 但是都聞不到 現在再拍一個IG story 對呀 平日吃飯就是要做這麼多事 先要拍片啦 跟著拍照啦 再拍Story呢 可能已經沒有了10分鐘的了 到我吃的時候呢 已經沒有那麼熱 但是大家看得開心最重要 啊 真的很香啊 它有一陣炭燒的味 我要吞個口水 因為我剛剛反轉它 看到那個炭燒呢 不行 我又要拍一個近鏡 哇 大家到時看到畫面呢 就會知道 我是有 多欣賞這個鰻魚飯 哇 好漂亮啊 它那些炭燒呢 夾起來 它是 燒而不焦 真的很好吃啊 我怕自己吃不完 跟店員說要小飯 真的 只有幾口 剛剛好 嗯 它的飯呢 很黏啊 但是黏得來是粒粒分明 超級多謝 介紹我的觀眾 今天也差不多了 我一會兒可能走多一會兒 就回去 因為明天要很早起床 我是要8點半去到明古屋站 那裡參加Day Tour 所以呢 應該6點9要起床 我想吃早餐 我們明天再見啦 我要繼續享受這個鰻魚飯 它還有蛋卷 讓大家看看 哇 好棒啊 原來還有甜品的 這個是Custard Cream 有雞蛋在裡面的 店員說是很出名的 可以買來做手信的 我不客氣了 我在這裡打個字好不好吃 我不想拍自己 我剛才看到那些畫面 那些光呢 這裡是有些死亡光 我好養蠢 不行 先拍一下 它裡面是一筆下去 超滑的 是很實在 但實在得來又很滑的那種